4月底上当几部新剧后 5月上旬几乎没有新剧上线 只有古装剧《且是天下》 请叫我总监几部持续热播中 将不到5月订当的剧集全部集中到了下旬了 其中 继《且是天下》后 腾讯将寄出新一部古装武侠剧 说英雄谁是英雄 另外还有秦岚 聂远和吴锦岩 即延细攻略再合作的民国剧《传家》 而黄金制作公司《正午阳光》在开端落花时节后又推出新剧《欢迎光临》 以下5月上当的全部新剧步步都是强当 5月最新定档举一 曾顺熙 杨超越 说英雄谁是英雄 5月23日上当 《且是天下》后腾讯将寄出新一部古装武侠剧 说英雄谁是英雄 这部剧许多网友都很期待 因为是指导过东宫 斯腾等高品价剧的李牧歌导演最新立作 他拍的作品都诚意满满 造型场景都非常好看 且除了曾顺熙 杨超越之外 还有凭着长歌行窜起的刘宇宁 主演群的高颜值让人更期待 说英雄谁是英雄 改编自温瑞安所著同名武侠小说系列 讲述生性善良的少年王小石下山有力 初入江湖 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温柔 白仇飞 苏梦震等人 与他们建立了一生的友谊 并在风云际会的京城江湖中 体会到兄弟义气 红尘缠绵 有懵懂少年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英雄的故事 这部剧的看点在于爽感主角设定加幽默金剧台词 有江湖兄弟兄妹情 有甜虐交织的爱情 再加上李牧哥导演的超强审美 绝对是值得期待的一部古装剧 希望李牧哥导演不要让人失望呀 5月最新叮当剧2 李一峰 宋义 冯德伦 暗夜行者 5月22日上当 爱奇艺终于舍得把暗夜行者放出来了 这是一部悬疑基督行匪剧 李一峰和宋义的组合很有亮点 而且竟然还有香港男神冯德伦加盟 让暗夜行者质感大升级 这部悬疑聚会非常精彩 男主是拥有多重人格的设定 高能反转与多阵营博弈贯穿 值得期待 暗夜行者故事讲述基督警察 洛翔 在5年前的卧底行动中落难假死 5年后改名换姓冒充曾经的自己 重新打入贩毒集团 找出幕后黑手 并周旋于昔日爱人 兄弟 仇人之间 在黑暗中隐藏身份 誓死完成任务 5月最新定当剧3 张耀 汤敏 法医勤明之独新者 5月21日上当 接下来又是悬疑剧的主场了 优酷祭出法医勤明之独新者 和爱奇艺暗夜行者对待 法医勤明系列一直都是拥有 众多粉丝的大IP 而法医勤明之独新者 根据法医勤明系列小说第一部 《诗语者》改编 故事讲述出入职场的研究生勤明 为了调查母亲遇害的谜团 只身来到母亲的老家龙帆市 初来乍到的勤明在四处探访时 意外被卷入一宗凶杀案 在案件侦破的过程中 原本不善与人交际的勤明 与安然 林涛 环环等 一众法医和警员有了交集 在一个个案件推理过程中 法医勤明从青涩到成熟 并以自己过硬的专业实力 赢得了众人的喜爱和尊重 以大家建立起深厚感情 也逐渐接近一切背后的真相 张耀之前 以青春校园剧 人不彪悍 狂少年 走入观众视线 而张若云版的勤明很经典 大家期待张耀版的勤明吗 五月最新定档去寺 元昊 赵昭仪 一夜新娘二 五月二十日上当 古装填宠探案剧 一夜新娘二终于要来了 而且是远班人马回归 第一季播出时 获得不少好评 号称古装版的 奈何boss要娶我 改编自月鞋影情同名小说 讲述狂好海盗 王秦上成和将门侠女花蓉 两人邂逅相爱 并莫名卷入一桩桩 全谋斗争的故事 一夜新娘二将接续第一季的故事 花蓉与秦上成历尽解播 综诚爱侣 正当两人婚礼时 一致圣召全命花蓉 与邻国质子和亲 为保全天下花蓉决定 与秦上成暂时隐婚 一同率领天厨使团 出使南荒和亲 进而开启新一段冒险之旅 五月最新定档剧舞 梁靖康 森前 你好呀 我的橘子恋人 五月二十日上当 520一夜新娘二和 你好呀 我的橘子恋人 两部甜宠剧上线 你好呀 我的橘子恋人 故事设定还蛮有趣的 讲述热爱发明的杨善闪 在机缘巧合下 不得不假扮成机器人 与患有肢体接触障碍症的 IMU霸道总裁陆森 一同生活 两人在朝夕相伴 与斗智斗勇中 逐渐打开心扉 最终收获爱与成长的爱情故事 你好呀 我的橘子恋人 预告看起来搞笑暖甜 森前去年主演 我在他乡挺好的收获好评 而梁靖康主演过 《流行花园》 《暖暖》 《请多指教》 《翁犬少年的天空》 等青春甜宠剧 这种小甜剧 只要有CP感 都会蛮好嗑的 5月最新定档剧 6 秦岚 吴锦年 张楠 《传家》 5月19日上当 待播超久的《传家》 终于要来了 当初延续攻略爆火后 于正又把秦岚 吴锦年和念远 聚在一起拍了民国剧《传家》 是于正既边边不是海棠红 双庆后又一部民国题材 这两部民国剧评价都非常好 所以大家对《传家》也有所期待 预告的画面质感蛮好的 服装造型设计很有特色 秦岚依然美凡 她和念远再次组CP 让大家梦回延续攻略 递后CP 《传家》以三姐妹为主线 讲述20世纪20年代末 上海百货巨子义士家族遭遇继承危机 决定从长女中灵 次女中玉 幼女中秀之中 则出一位家族继承人 中灵乃名门淑女 典雅文静 中玉由南洋巨角外祖抚养 精明能干 中秀留学美国 浪漫天真 三位千金生母不同 脾性不投 成长环境迥异 为继承新垮百货 三人屡出其招引发窄斗 然而好景不长 战争爆发 一家老父亲遇害 新垮百货连番受重创 三姐妹在风雨飘摇中 终于学会了彼此信任 为实现父亲实业辛苦的夙愿 三姐妹携手重振家园 5月最新定档剧期 胡一天张若南 平兰一片风云起 5月19日上当 胡一天2022上半年 即你好神枪守候 再度回归 平兰一片风云起 是一部民国年代剧 聚焦在1937至1945年时期 讲述北平大学医学院讲师孟海棠 为保留文脉火种 护送少年学子 离开沦陷的平均 护送途中 孟海棠与康兰山 张祺等一众西南联合大学 流亡队伍 创建了流亡学校 海棠与张祺在摩擦中相爱 两人互相扶持 然而在动荡的年代 感情难以维系 颠面战役吃紧 海棠与张祺带领部分学生 奔赴战场 建立战地医院 在苹果战役中 张祺被日军俘虏 自此下落不明 而已怀有深运的海棠 为增加唯一的血脉而流产 海棠从未停止寻找张祺 30年后 两人才得以团聚 5月最新定档巨拔 黄轩 白百合 欢迎光临 5月18日上当 超强制作公司 政务阳光 2022上半年 即开端和落花时节后 将推出最新立作 欢迎光临 赵慧先前合作过的黄轩 白百合 两人的演技都备受肯定 而欢迎光临 根据爆晶晶小说 《我的盖世英雄》改编 讲述原本得过且过的 宅滩男张正光 在遇见了空姐郑友恩之后 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的故事 展现社会底层小人物的逆袭 欢迎光临故事中 酒店门童张光正 是个随波逐流 得过且过的宅滩男 对空姐郑友恩的一见钟情 为了接近心目中的女神 她重拾对事业的追求 不断拉近与郑友恩的距离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张光正的执着与勇气 也改变了独来独往的郑友恩 不敢面对真正的 网牛郎 因害怕失败 而放弃考研的陈经典等人 众人在诺大的城市中 以心待人 为了成回生活的英雄而努力着 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5月最新叮当剧酒 董思姨 李格阳 24位暖服生 5月17日上当 24位暖服生是一部古装甜宠剧 穿越成小说里炮灰女配的设定 和传闻中的陈千千一样 讲述新手漫画作者安兰 创作连载漫画 24位暖服生时遇到瓶颈 因主角夏宇冰和徐子言的人设问题 被主编要求修改 才能上架连载 同时在漫画的世界里 夏宇冰也因为安兰的多次修改 而带有了之前剧情的记忆 于是他处处躲着 之前总是想要毒死自己的成亲对象 徐子言 并一心想促成他和二姐夏兰的婚事 以此来逃脱他的魔爪 但夏宇冰弄巧成拙 不仅搞砸了夏兰的婚事 还让徐子言注意到自己 反被徐子言追着要成亲 还卑鄙跳河 此时一个神秘的NPC出现 向他解释这个漫画世界的来龙去脉 夏宇冰这才搞明白 原来他只是漫画里的人物 只有赚钱换取漫画世界的点击量 才能让漫画继续连载 他也才能活下去 自此他一路逆袭 女配尚未变女主 开启一段欢乐笑闹的冒险之旅 这一路遍 这里是我的新闻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